当然我们可以有时间去大自然里面 我们除了鞋在草地行走下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这么繁忙的时候 其实现在市面上已经是有一些接地器的产品 在我们的健康店 这里有很多的客人买了回去家里 每一天都可以接受到这个接地器的治疗 接地器的产品可以在我们陆创意的健康店 可以买到的了 联络电话是28824848 同类疗法是一种已经有250多年历史的医疗方法 属于全球第二大的医疗体系 有超过5亿人口采用 现在注册的同类疗法医生 已经得到75个国家的政府认可行医资价 其实同类疗法一直都获得众多的知名人士拥护 美国150年来的11任总统 另外英国皇室数代成员 至1830年开始 一直有同类疗法医生照顾 英女皇伊丽莎白二世 在生查理斯王子的时候出现难产 全靠一剂同类疗剂星麻二白斯 王子才能够顺利地出生 否则就要否复产子了 同类疗法在世界各种医疗中 属于最安全的医疗方法 非常适合孕婦和婴儿使用 印度国父甘地 清赞同类疗法是他认识的各种医疗之中 疗效最高和最广泛的医疗方法 袁大明医生 钻研和使用同类疗法四十几年 现在破天荒感在网络世界 和大家分享他的经验和心得 解开成功运用同类疗法的秘诀 详细地介绍各种同类疗剂 疗剂的特性和应用范围 帮助大家自己找到适合自己的灵丹妙药 当然 如果各位听众的问题是比较复杂 发觉自己处理不了 需要袁医生的帮助 亦都可以直接预约袁医生会诊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电话是2577-3798 现在就来听一听 医生要为大家介绍哪一只疗剂 好了 今次这个疗剂 英文是 那个学名叫做 Guacom Officinale 是 余创树枝 就是传语的余创作的树枝 余创树枝 是一棵树里面的一个树枝 提炼出来的一个物质 它处理的问题是有多方面的 简单来说是关节方面的问题 图约 where 痛风 和成长痛 風湿 扁图线发炎 和手腕的痛 这个疗剂的作用是黏膜 肌肉、纤维、关节和骨 所以可以用于急性风湿或沈蚊子成长的痛 主要的症状是感觉筋和肌肉收缩 令人感觉痛、僵硬、关节是肿和变形 有时候他发现自己的筋肌肉太短 缩短后尤其是肩甲骨之间和手掌缩短 令他的身体移动出现问题 导致他变形 所以这个疗剂的人通常都越喜欢打哭露 而且身体喜欢伸展 整个身体经常伸展伸展才会觉得舒服 很多时候他的背部痛在后颈和肩膀感觉很痛 而病人常常伸展动一下 这样才会觉得舒服 这种风湿性痛通常是和痛风有关的 有些痛会为头部或者面部伸展到颈部位 这种痛通常是痛得来 尤其是头部那种痛颈痛 是一种好像针刺那种痛法 也适合一些成长痛 沙蚊仔的成长痛 沙蚊仔的成长痛 当然沙蚊仔的成长痛主要的疗剂 是轮酸钙 但是这个拐琴 也不是那么常用的 但也是可以形容的 尤其是这种痛风性的痛 加上收缩 即是觉得身体的肌肉是收缩 即是短了这种感觉 好了 还有一个应用 就是可以用在肺方面的问题 例如肤膜炎 即是经常重复性的肤膜炎 肤膜炎 肤膜炎 通常是所谓胸膜炎 PARITUS 胸膜炎 通常他个人觉得好像不能呼吸 肤膜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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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这些人喜欢吃苹果 吃了苹果之后 胃就会舒服点 还有是盼热的 OK 还可以用急性的扁涂腺 那种肤膜炎 非常痛 加上有风湿性 有风湿 也有经常性反复的扁涂腺炎 即是喉咙痛 这些情况 还有一个可以应用的地方 就是神经痛 是左边的头和面部的神经痛 这种神经痛是伸展到脖颈方面 有一种尖锐的脑 好像脑就好像松散了这种感觉 这种左边性的神经痛 也可以用得到 还有一个应用的地方 就是出现一些有痛风性的人 就被人剂下一些疯狂 这种疗製症 在这种情况下的疗类症 就能帮助膜释放出来 将它牌失去 還有一个症状 这是通常 这些人就沉身一种 很像不乾淨的一種體味 如果一個人有這種症狀 體味很重 而且有很多瘡界 這個療劑可以幫助他把皮膚的瘡 濃縱這方面的問題 這個療劑不是大療劑 但你遇到適合 都需要用得著 創意健康店買得到 查詢電話是 2577-3798 或者2882-4848 大家也可以在網上訂購 網址是 online.healthshop.com.hk online.healthshop.com.hk 好了,今次節目來到這裡 下次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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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